哥们前两天不是比赛去了吗 在台上确实也看到了和一些高水平运动员之间的差距 尤其是我的背面一转身就被别人给秒了 继续努力准备下一场 今天完整的背部训练 手把手带你练背 第一个动作是引体向上 但是在引体之前呢 我会先用高位下拉锯热身 三组每组十到十五次 不用做到理解的 主要是去活动一下肌肉和关节 如果你上去直接用自重做引体的话 肩膀可能会吃不消 除非你自重引体能轻松二十个以上 反正我做不了二十个 不要做太重 要充分的活动你的关节和肩胛骨 这个动作的细节前两天刚讲过就不讲了 今天的训练中心是中上背 引体采用的是宽握 针对整个后背的练法 身体要直上直下头顶天 不要前后摇摆荡秋千 三组十到十五次 做不了的可以用辅助器械 用残力带或者高位下拉来代替 第二个动作是针对上背部的T杠划船 这个器械实在太牛逼了 简单粗暴 肩胛骨就这么一收一放 上背就炸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划船腰疼了 这个动作我们做三组 重量抵增 每一组八到十次 一定要让你的肩膀送出去 再收回来 那很多小伙伴只想到了收 没想到送 这个动作咱们需要用比较大的重量 但前提一定是 你能用这个重量做完整的收缩 第三个动作杠铃划船 我们采用的是比肩略宽的握局 主身角度大概是60度这样 可以说是练背的必修课了 其实也非常简单 需要大家有点耐心 小臂几乎是垂直于地面的 很多人做的时候 小臂是倾斜的 是让身体后面顶的 这是不对的 肩胛骨的要求跟上个动作是一样的 要充分的收缩和拉伸 要找到这种一张一期的感觉 那么在动作过程中 上半身不要有这么大的起伏 这个叫宽伸 很多小伙伴就这样做的 要把它改过来 宽部尽量稳定 不要太过分 否则就不是练背了 第四个动作 高位的龙门架绳索划船 也是针对上背部的 这个动作大家都去尝试一下好吧 尤其是背部感觉不好的 回放的时候身体前倾 绳索拉向下胸的位置 收紧你的肩胛骨 三组每组10到15次 强烈推荐 第五个动作是针对背后肌的这个器械 行程超级长 背后肌表示非常满足 三组每组10到15次 如果你所在的肩胸包 没有这个器械 那真的太遗憾了 你可以去要求老板买一个 他如果敢不买 那你直接去做直臂下压 也能凑合替代一下 那怎么办 你又不能把老板吵了 第六个动作是半成引拉 注意看一下我的细节 你在拉起来的过程中 手肘要向后提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刺激到你的背部 但是要注意腰不要向前顶 没有意义还容易受伤 我三组每组10次 一共是六个动作 总容量是18组 我不允许你一次训练 瞎这笔练三四十组 我就问你记住了没有